Hello,大家好,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的我,怎么看最近这些年啊,国产车的崛起,国产车这些年啊,我觉得真的是very nice,very牛逼啊,像这个奇瑞,全部自主研发,自主设计,纯纯的理工男啊,这个发动机变速箱,还有这个喷漆工艺啊,包括这个8%的, 85的高强度钢啊,所以有一则视频啊,就在网上爆火啊,奇瑞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候,在空中翻转了700多度啊,翻转了几个圈,然后从高架桥上掉下去,结果坐在车里面的三个人都只有轻伤,轻微伤啊,都没有长期住院,直接就回家了,这说明啊,这个国产车真的是崛起了,而且以前啊,在 在网上流行一句话,叫做奇瑞,奇瑞,修车排队啊,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啊,就是它的 修车的维护的点不够,因为汽车保有量太大太多了,好多的人买奇瑞,但是呢,修车的这种4S电池动服务的地方太少,所以大家都排队,实际上它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,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出的这几款新车啊,我如果回国了,我都想去买,像这个瑞虎9,瑞虎,那个plus,plus8啊,这些啊,都是相当好啊,7座的,2.0T,无能增压,几百匹的马力, 该给你的这种操控,驾驶,底盘,质感,全部都给到你,不得了,那么还有一个国产车是什么, 长安,长安汽车啊,尤其是长安的CS75plus啊,这款车啊,现在也是位居这个国产SUV的这个榜首啊,销量每个月都是几万台啊,因为它的整个的设计啊,还有这个科技,还有这个座椅啊,然后一些,整个类似的一些用料啊,都得到了大量, 大量大幅度的提升啊,而且长安汽车经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啊,它的装配工艺,它的技术啊,也是越来越牛逼啊, 它们的这个语音交互系统非常好用,而且都是,发动机啊,都是质保的,质保很多年的,所以它的销量也是特别好,主要是这个车大, 7座车,车很大,但是价格便宜啊,你抵不住这个性价比啊,十几万,你能够做7个人,是吧,还买什么汉兰达,汉兰达里面全是给你的什么,硬塑料, 全是一看上去就没什么高级感, 而且啊,那个盆棋方面啊,包括这个板筋方面啊,都没有这个,长安CS啊,75plus给你做的厚道,这个国产车也是很牛逼的, 还有什么就是比亚迪,最近新推出的几款车啊,那也是相当的nice啊,像这个比亚迪的,油电混合的,就不说了啊,就说这个纯电的, 纯电的,有几款卖的,卖的特别好的,比方说糖,还有比亚迪的送,plus这些,还有啊,就是,稍微高端一点的啊,就是这种, 去上到一百万的仰望淋巴,仰望淋巴,那个真的是,而且仰望淋巴卖了这么几年啊,当初的售价是一百零八万,对不对, 现在流通到二手市场里面,贬值率才10%左右,现在你买仰望淋巴的二手,就是圆满圆七的啊,还要90多万, 这不很牛逼吗,是不是啊,你看一下保时捷,你看一下帕拉梅拉,你看一下这个,呃,这些法拉利这些,当初买两三百万, 但是一流到,一进入二手市场里面,先肯定砍个百分之三十再说,你上了三万公里以上了,掉价百分之五十, 就是这么的,就是,市场就是这样子的,你好不好,大家有没有人认可你,就是,这个价格就决定了一切, 嗯,所以我真的很佩服,就是,这几年啊,就应该说是相当的,中国的很多优秀的女工男,都进入到了这种, 国产车的这种大企业,大厂里面去工作,所以他们才能生产出,这么好的,客户喜欢的,然后啊,性价比又高的,这么多的国产车, 这个绝对是很多优秀的中国的,这个女工男,还有一些科技,还有一些设计师,啊,进入了这个汽车设计,汽车研发这个领域的, 我们看这个仰望零八,啊,他们这个汽车的那个logo的设计啊,我觉得都是很上档次的,那个logo的设计都是很有逼格的,像一道闪电一样, 百公里啊,百公里,那么大的车,百公里也就几秒,几秒钟之内,七八秒,百公里, 车针是很重的,带了那么大的电池包啊,很重的, 所以啊,还有啊,国产车,牛逼的,那就是太多了,好多啊,那么这个, 啊,心灵源的这个小鹏理想蔚来啊,其实啊,这个里面啊,蔚来啊,也是比较牛逼的, 说实在的,蔚来,很多的奔驰S的车主啊,还有一些马沙拉地的车主啊,都把自己的这个燃油车给卖了, 后面去换什么,换蔚来,蔚来,为什么这么牛逼啊,就是首先它这个车子的质感做得特别好, 你不要说它原来是什么什么小厂啊,什么什么的,但是人家现在就是整体的更新换代了, 人家就这么牛逼了,蔚来的换电系统,你把车开进去,给你免费换电, 几分钟时间,给你换电好,你坐在车里面,吹着空调,就等几分钟,给你把电全部给你换了, 而且人家还什么,提供这个机场的接送服务,你自己把车开到机场去,你坐飞机走了, 人家未来公司的工作人员帮你把车给你开到你回,开回家给你开回你的小区,人家就有这么牛逼的服务, 就是有这么厉害,你要去做维修,做保养,你在这个手机里面操作一下,你预约个时间, 你自己不方便过去,人家工作人员来你家把车给你开过去,给你做保养,给你做升级,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,抛弃了这种奔驰S,抛弃这个卖,抛弃这些奥迪A8, 反而转向买这个蔚来啊,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, 因为很多用户需要的,就是未来它想到了它,它去做了的, 你像奔驰S,你买奔驰也好,它不会给你提供到你后面的一些很细小的一些服务里面, 它没有,只是这种车给你一种豪华感,给你一个大的发动机, 给你一个电锡门,但是这些在我们国产车里面都是标配的,已经是标配了, 那么这种电车它的好处就是什么,就是你一直开车,一直开着空调, 它耗电也耗的不多,因为你这个电车它一直是用的电, 然后呢,你这个充一次电,就是一两百度,一两百度的电, 你在车里面开空调,听音乐,用的电量实时是很小的, 而且它是在你怠速,还有你下坡,还有制动的时候, 它是给你动能回收的,这一部分动能回收的动能, 它又可以用来储存给这个电瓶里面,它有这个好处, 所以它这个电动车为什么保留量这么大, 所以在网上你看,有很多的视频说什么电瓶车自燃, 电瓶车轻火,这个事情是有的,确实是有, 但是这个几率是很低,为什么会自燃会出问题, 很多人并不是身为这个电池的问题,而是使用不当, 比方说它这个车,它把这个打火机放在这个太阳直射的地方, 把一些易燃易爆品放在这个车里面,然后把车厢,车门关死, 里面车厢温度七八十度,你说六七十度,七八十度, 你说你这个打火机爆不爆炸,打火机爆炸这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就很容易隐燃, 你这个打火机旁边放了一些烟啊,一些纸巾啊什么的, 很容易隐燃的,那么这个车里面就自然了, 还有些是什么,自己开车不爱惜,不心疼自己的车, 这种露面,露框很差的车,它就乱开,开得很快, 然后把底盘挂了,把底盘挂了,把这个电池包给破坏了,给损坏了, 这些是一些自己不爱惜,不珍惜这个用车的, 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的, 所以说你要看这个所有的正常情况,正常来使用, 其实出问题相对而言,这个概率还是很低的, 所以这个电池在中国能够这么大量受欢迎, 就是这些好处,还有就是中国的电价便宜, 电价特别便宜啊,所以啊,这个跑滴滴的, 很多私家车啊,他都愿意充电, 一度电人家去充了,才两三毛钱,或者是四五毛钱一度电, 充满了这一车的这个电啊,充满这个电啊, 也就花一两百块钱,但是你可以跑多久呢, 你可以跑一千公里,我的天, 你平均一公里就几分钱, 你说你还加什么油啊,是不是, 各位老铁牛是不是, 所以啊,不要被很多网上去忽悠了, 你如果真的爱惜自己的用车, 你好好的用这个车,那么你一定要去精心的去选一款, 你认可的,方便的,实用的,经济的这个电车,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, 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以后回国发展呢, 我也很会愿意去买一辆电车, 因为电车实在是优点太多了, 优点真的太多了, 没有这些后续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些保养的问题, 问题就少很多, 而且很多电车它是这个公里数过了之后啊, 电池是给你免费更换的啊, 像比亚迪啊, 电池给你免费更换啊, 好,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, 谢谢大家。